Hello 大家好,我是Danny 我是阿玉 今次就做這個大家期待已久的裝備review 這個review是根據我們平時的個人習慣 去做一個review給大家看的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這個就是我們的camping gear 首先就是講一下我這個Osprey 58L的backpack 它負重20多K是沒問題的 就像我剛剛開始露營到現在 我也是背著它去做我的camping bag 基本上我想背什麼東西就這樣塞進去就行了 我不需要考慮這個重量的問題 因為它的成長能力是非常之好 我的這一款就是Osprey的AG 60L的袋子 這個也是我第一個露營袋 AG這個型號代表Anti-Gravity 這個型號好的是如果你背上去 它的力量就會射在盆骨的位置 背上去的時候你就不會覺得很辛苦 肩膀就會很輕鬆 天幕呢我們就是用J.E.Oldor的shelter 它是一個香港的自家製品牌 我們也打算支援一下它 我們買的size就是4乘3個size 都是非常之大的 它是有銀面所以是非常遮光的 不過這一張天幕一開始我是拿來做其他用途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會想換一款比較輕的天幕 如果有好介紹大家記得退我們 退我們 天幕桿綠色那支是我們之前上網賣的 有一次去東龍島露營 然後就吹斷了那支天幕桿 之後我們就補買了一支Snowline的天幕桿 Snowline那支收納非常之好 只剩一支 不過如果大風的時候都不建議大家開最後一支 因為它是很脆弱的 露營露營 重頭戲當然是個型 救命啊 我自己挺喜歡二人形的 因為它蚊網的位置很大 變成我在裡面的時候 看回出去 我就覺得這個空間好像那些豪華型 我自己就會比較喜歡1.5人形 它的型骨在外面 所以我一起的時候就是兩層一起起 對於我這些怕麻煩 有得懶就懶的人來說 這款型是非常適合我用的 不過我比較喜歡二人形 因為它看起來比較低 你覺得嗎 我也覺得 地隻呢 我們有兩款 一個是Big Sky地隻 它是完全適合到 Big Sky的Tent 它是一個梯形的地隻 其實Typhex這個地隻也很棒 只不過是不適合我的型去用的 不過我自己超級喜歡Typhex Typhex 為什麼我們看到這個鎚就會笑 是因為這個鎚才被我打破了 對 Danny很厲害 即是它連鎚都可以打破 那這個呢 就是鷹窗的老闆自己做的鎚 來的 那一次露營 我踩了三支型鎚 以及打破了這個鎚 所以大家知道為什麼我們這麼多裝備 那形釘方面呢 我們有這個Y指釘 以及這個紋好型的釘 紋好型的釘 紋好型的釘 就摩擦力小一點 比較適合一些硬地用的 那Y釘呢 摩擦力就相對大一點 所以比較適合軟泥地 或者草地使用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能會換一些 太釘 或者DAC釘 那 費錢釘然後踩彎 然後呢 這一張是全城熱賣的L5枱 我們在三年前用到現在 那非常好用 如果你身邊的朋友 都有Snowlight這張桌子 就可以合併一張大桌子 所以它的靈活性和組合性 是非常之高的 那一開始我們買的時候 只有灰色的洞洞板 那現在已經出了黑色版本了 那椅子呢 我們還用剛剛露營入手的露營 其實它挺好坐的 不過接下來我們想換一張 輕一點的露營 那有時候如果去一些長途一點的露營 可能我會帶一些彈彈去坐 因為始終都會輕一點 而且方便一點的 那枕頭方面呢 我是用NEMO的枕頭 它表面有一層蓉面 所以你睡的時候是非常之舒服的 那我之前有睡過一些 是表面滑散散的質地 那就會睡得很不舒服 而且會很吵 那如果大家覺得這一款比較貴 其實我都很推薦大家買的 因為它表面也是類似NEMO的 有一層蓉面 然後這一款呢 是REACO Adventure Light 0的羽翁睡袋 那大家知道跨年幾天 是非常之冷 那時候我們在郊區露營 是4點2度 那我可以睡到天亮 所以我真的要大讚這個睡袋 它是非常之舒服 而且非常之柔軟 而且它可以調整長度 所以我是拉走所有的繩子 只是顯示了我的眼睛在外面 不過這個也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是腳會怕冷的朋友 都建議貼上暖包 或者穿一對厚一點的襪 這樣睡覺就會更加舒服 那這個呢 就是NEMO的水隻 它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收納到非常之小 就是Around一個水瓶的大小 它的闊度是51cm 即使是我們的1.5印形都可以裝到它 其實我很喜歡NEMO這張床墊 只不過是我的張睡睡一下就漏氣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打算試一下蛋蛋隻 始終蛋蛋隻可以避免漏氣這個情況 打開也可以就這樣用 而且又不用大泵 再輕了 Cooking System 我自己有買這個石垃爐和酒精粒 我非常喜歡這個組合 我之前去SOLO的時候 也會戴這個爐 因為它的好處就是輕、方便和細 它的不好處就是 它不可以調校火力的大小 而且調校煮食的時間都沒有那麼彈性 這個一開始我們買的Kofia Cam 1爐 都用到現在 中途它就是壞一個位置 就是打火石的位置 其實這些位置 通常你的爐用幾年都會壞 但其實你買一個火機 踏火就可以了 而且它非常適合這個洞洞板 所以我非常喜歡這個組合 如果真的要說一個不好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 可能它的重量就不算輕 對於一個爐來說 它現在都出了一個Cam 1 Plus 好像輕一點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接著就是這個SOTO的Code Set 這個型號是Navigator 它的好處就是 它那個瓶是可以拆開的 變成同一群人吃東西的時候 就不會撞到那個瓶 就避免了倒死一個情況 但其實它只有一個大鍋 一個小鍋 所以我們要另外買一個煎鍋 另外我們就買了這個Changia的煎鍋 我們特意買了一個沒有塗層的煎鍋 它的好處就是你可以任散 任你穿 不生氣 那不好處就是 它相比起有塗層的煎鍋 是更加容易貼底的 所以大家可以衡量一下 對於我來說 這個煎鍋其實也很能夠滿足我的要求 唯一一個不好處就是 它吸不到我本身Sotto的曲線下面 所以我要另外去包裝它 如果大家不是我這個組合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 這個是Changia Mastin 210 傳說中的煎鍋神器 很多人都會喜歡用這個煎鍋神器 因為它的蓋子吸得比較密實 沒有洞洞 不同一般的曲線 另外它的蓋子也可以當作煎鍋 有很多人去Sotto的時候 都會帶這個盒子就可以了 因為它又可以煎鍋 又可以煎鍋 另外加一配蒸架 還可以蒸燒賣 一物幾用 另外這個是Cto Submit的水煲 那時候入售就是希望 煲水的水是沒有異味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打火鍋或煮東西吃 煲會殘留一點的味道 另外我們再煲水 在沖咖啡和沖茶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如果你有水煲專貨煲水 就可以確保你的水是乾淨沒有味 如果有時候想冷靜一點 不想只吃白麵包的話 可以買一個烘多屎的爐仔 我們BBQ有時候都會用到它 例如燒雞泡魚缸 或者是魷魚缸都會用到 不過我覺得它不好處就是難洗 因為它那些洞洞 如果有時候黏了一些蜜糖 它就會難洗一些 這個砧板就是之前買過 那本MASTIN的書 然後還有加錢送的砧板 它的好處就是 如果我SOLO 然後所有東西都想配得好一點的話 它是完全可以FIT IN 那個MASTIN 但是不好處就是 它真的太小了 所以它的SIZE是我手掌到的SIZE 所以我只可以煮一些簡單的料理 這個就是我們買的露營刀 8號非常適合手形 它的特色就是它有一個安全鎖 打開之後鎖了安全鎖 它就不會接完 我自己都非常喜歡這個設計 這個就是我們SOLO 這個就是我們SOLO 這個夾子 它也是一個煲的鎖 而藍色的鎖 可以防止這個鎖 刮花我們的煲 等等 這個是SOLO的火機 我們覺得它好用的地方 就是它上面的角度是45度 所以它沒有那麼容易燒傷 而且你可以自己買GAS REFUW火機 另外它可以調整這個火力的大小 但不好處就是它最多 只可以按10至20秒左右 官方說的 另外我們就買了這個MSR的鎖 為什麼會買它呢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煎雪餅 或者煎雞扒的時候 要翻臉 翻得很不完整 非常不美 我們買了這個鎖鏟之後 就提高了我們的成功率 其實是技術問題 OK Fine 這個開瓶器是普通東西 Next 這個是擋風白 有什麼好說 沒有擋風 大家都知道我們是用L5的桌子 有一次我們那些風擋 被風吹掉了 所以我們有個朋友很聰明地 在擋的底下加了一些瓷石 就可以黏在桌子上很穩陣 由於我們露營裝備真的太瑣碎了 所以後來就分了上下兩集出 看完這集的朋友 記得看下一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給個like 和share給你的朋友聽 想繼續留意多個圈的朋友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下一集露營裝備review再見 拜拜 拜拜